女司机上高速 以一己之力害死五人 货车当场追尾 汽车零件散落一地 司机扬言 他们死都是活该 死者家属反而还应该凑钱赔偿自己 事故现场的惨烈程度 就连见过大事故的警察 也是头皮发麻 当时刘闯接到货运公司派来的一批订单 着急忙慌拉了满满22吨货物 就开始上路 为了节省时间 刘闯走了高速 前半截路面畅通无阻 但在途经一处高速插道时 意外却不期而至 刘闯当时走的是中间的加速车道 速度差不多保持在80公里每小时 路上的车辆都正常行驶 突然前边的白色轿车一个急速刹车 速度从100公里每小时 直接减速到几乎原地停止 并且让人意外的是 轿车还打开了又转向灯 有原地转弯的意图 在身后跟车的刘闯发现之后 第一时间踩中了制动踏板 但由于车上拉的货物太重 加上卡车本身自重不轻 货车在巨大惯性的影响下 依然向前滑行了七八米 最终与前车相撞 轿车的后半段直接被压扁 整个车子横着飞了出去 轿车上乘坐的五人 包括司机原地升天 立地成佛 刘闯所驾驶的卡车虽然追尾 但由于车身高 加上重量大 所以卡车受损一般 刘闯本人系了安全带 所以只有轻微的擦伤 事故发生后 惊魂未定的流闯 第一时间报了警